香港重審法院裁定著名民主派人士黎智英不得保釋 使得特區政府律政司就早前高等法院批准保釋裁決提出上訴得席 重審法院5位法官在2月9日一致裁定 香港《國安法》第42條對保釋設置的限制比一般本港法例更嚴格 而高等法院法官在作出准許保釋裁定時誤解了《國安法》第42條有關保釋規定 73歲的香港壹傳媒創辦人、民主運動積極參與者黎智英去年被當局扣押 他被控犯有欺詐罪以及港版《國安法》第29條條例列有的勾結外國勢力罪 黎智英去年12月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候審 高院《國安法》指定法官李韻騰以極為可可的鐵騰批准黎智英保釋 包括要求他繳納保釋金港幣1,000萬元 不得會見外國官員、不得接受傳媒採訪、不得發表任何文章 不得在社交網絡系貼紋、不得離開香港、全日24小時不得隨意離開住所 以及每星期三次到警署報道 美國、歐盟以後其他西方國家對香港當局拘捕黎智英深表憂慮 並且批評北京在香港強退《國安法》會嚴重稅入一國兩制 包括擔心在《國安法》之下香港司法不在獨立 和蘇瑪氏法不斷 unclear Vermont 我心想想說是鎮自阶